周鸿一自传 新书发布会 非常感谢 首先是感谢我们的读者朋友能够前来支持 也非常感谢我们辛勤的媒体朋友 那今天最荣幸的是我们今天是请到了很多大咖 亲临现场 那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有颠覆者周鸿一自传的作者 同时也是360集团的创始人兼CEO周鸿一先生 欢迎您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刘强东先生 欢迎您 摩铁图书副总裁魏玲女士 欢迎您 颠覆者周鸿一自传的第二作者范海涛女士 欢迎您 同时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还有360和京东两家公司的刀管团队 非常欢迎我们一起前来捧场 以及我们各位媒体和读者朋友 其实今天是新书发布会 所以首先我们应该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这本书 以及我们的周鸿一 周总 其实我都不用多说什么 因为今天既然各位来了 都是奔着周总 刘总一起过来的 周总应该是我们刚刚这个樊登老师也说了 是我们至少半部中国互联网江湖史上的一个 非常关键和举足轻重的名字 其实半部说少了 真的是全部 从90年代初到一步步走到今天 从他在大学期间开始创业 包括在大学之前 对电子 对软件 对互联网的一些研究和想法 到一步步在大学期间创业 到进入我们的这个大型公司 进入联想 到在后面自己打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战 这中间呢 历经了艰苦 也体现了他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和精神 我们一会儿都会做一个具体的分享 留下很多的问号 但是我相信很多创业者 是非常值得去看一下这本书 那我呢 其实是在前段时间专访老周 那在转访之前的一天呢 我才拿到了这个书 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我这个尊重嘉宾 我要把这本书读完 结果我真的用了13个小时 从早晨到晚上 把这本书全部读完 做了67处笔记 还找到两个错别字啊 所以呢 对 所以呢 这个 为什么能够读得这么细 真的是引人入胜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 我当时都抛给了这个周总 大家看的时候也一定仔细去注意 这里面不仅有他跌宕起伏的创业史 不仅贯穿着整个中国互联网发展之中的风云人物 也不仅仅是体现着他这种卓越的和颠覆的精神 还有大家会很感兴趣的 包括老周的感情啊 包括他在人生得意时候的内心活动啊 包括他是怎么一步一步打破天花板 跨越这种阶层壁垒的 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中 都需要去面对的问题 那我们能够提供的经验和方法是什么 那360呢 其实这个作为我们 应该说周鸿宇总 作为我们中国互联网最优秀的产品经理 或者创业者之一 他提出的我们这种免费安全的战略 应该是到现在服务着数亿的用户 今天我们的这些读者 也都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一起见证着我们360的发展 所以今天再次感谢各位吧 也希望各位能够将这本书自己好好读 读完之后有一些心得分享出去 让我们一起去参与到这一场 跨越几十年的激荡的互联网江云史 那颠覆者周鸿宇自传呢 是目前周总的唯一一部自传啊 可以说是完整记录的一个 调皮捣蛋的小朋友 如何成长为今天这个互联网超级英雄的 这么一个过程 很多家长朋友也应该会很感兴趣这本书 就是我们能否戒严 戒严这样的一个历程 包括我们刘总的历程 实现一种自我超越 自我颠覆 打破阶级壁垒 实现阶层流动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过程 那颠覆者周鸿一自传呢 是由我们国内顶尖的出版机构 摩铁图书策划出版 现在新书呢 已经由11月7日全国上市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在京东下单买到 我觉得大家可以下单了 现在啊 所以接下来呢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本书的作者 周鸿一周总 听听他的创业分享故事 和这个书的过程啊 来 掌声有请老周 我发现一个规律啊 就是你要一天到晚出去演讲 就越讲就越想讲 越讲嘴巴就越利落 用金废退 但这一段因为公司的回归的原因 我很久没有讲话了 所以最近就变得比较 这个笨嘴作舌 这个今天这个会呢 在京东的地盘上开 有几个原因 我来这呢又挺高兴 也很有压力 一个是我们跟京东呢 有很多年的合作 合作率是非常愉快 然后我们这几年也看到了 这个京东的成长 每次看到京东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说自己怎么这么愚蠢呢 因为当年在我们刚开始 310创业的时候 在电梯里可以看到 京东卖家电的广告 我就不止一次地听到 我们的员工说 说到京东买这个东西便宜 当年京东 刚刚当时也是创业起步 2005年 2006年的时候 这个 我当时想 怎么就没有投资 刘强东呢 所以呢 这个我们后来 错过了投资的机会呢 那我们就加强合作的机会 我记得我的 第一本书是写互联网的方法论 我印象中记得 当时京东刚推了一个众筹嘛 我们就和京东众筹合作 做得还是蛮成功的 这几年下来 我们的无论是310手机 还是我们的智能硬件 都和京东合作 甚至现在310商城 我们自己都不做了 我们直接把商城 就放到了京东的平台上 我相信未来可能 在京东上 不仅有京东的商城 也会有很多 第三方品牌的商城 所以这次这个书的合作呢 我们还是选择和京东 去京东合作 京东有很多好朋友 但每次来京东呢 我也觉得背有压力 因为每次我一见刘强东 其实我年纪比刘强东大 对吧 我一看他的肚子 他的身材 我再看到我的肚子 我就觉得 我还得回家去锻炼去 所以这个 跟刘强东比颜值是不行的 所以刚才看的这两张照片 虽然都经过了 惊心的PS 所以这是唯一的压力 第二个呢 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这本书 其实你说谁是第一作者呢 其实我觉得 其实第一作者应该是范海涛 我还是要感谢范海涛 主要靠他写 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司因为宣传 主要靠吼 对吧 我可能就是说 是互联网里 CEO里 比较会说段子的 当然比罗永浩还差一点 但是我其实爱说不爱写 因为太忙了 所以这本书呢 你说算我写的呢 都是我口述的 但也不算我写的 因为我指口述之后 是范海涛把这个 用他的这个功力 把这个文字给整理出来 我选择范海涛合作呢 是因为 当时我看了他跟开复那本书 其实开复是个好孩子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好孩子其实啥都好 最好的一点就是 故事少了点 一直到成年以后 才发生了第一次官司 所以少年时期 成长得很顺利 所以这个 能要说幸福的国家 历史学家 就没啥研究的 所以这个 我一想范海涛把一个 这个好孩子都写得这么好 像我这样一个人生 还算是跌堂起伏 这个大错没有 小错不断的人呢 是不是会写得更好看一点 所以我 这个你们刚才介绍的 应该多强调 这个我的合作者 第三个呢 这个 其实今天的更多的 我是想 为什么还要邀请说刘强东 因为我其实觉得 在这个行业里 反正我们这个行业里 有很多江湖大佬 都很牛掰 牛掰到让我只能远望 只能膜拜 对吧 然后机场里很多牛掰的传记 我也都看了 看完之后 那哪里是传记啊 那都是武侠小说 然后都是很神奇的文学 所以呢 就是 所以你就会 看他们的东西 你就会深刻地感觉到 自己是个人 他们都是神 对吧 这个差距太大 但是这里边呢 我唯独觉得 刘强东跟我 实际上我们俩 虽然有些业务的合作 但是呢 其实原来我们认识的时间 倒是不是很长 但是为什么 我一直对刘强东 还是比较心仪已久 这个我们俩都是直的 这想象都是 这个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他背景 还是有一点像 其实我看看 我就一直说 刘强东什么时候 也写一本 我想他当年从苏签 一个这个 肯定是个熊孩子出生 当年我在中关村 在方正混的时候 他在中关村也在练摊 在卖激光刻鲁鸡 大家不要想看 激光刻鲁鸡 当年这是居家旅行 必备之物 我们搞盗版光碟的 主要都是刻鲁鸡 虽然我们的创业 刚才也讲了 也差不多同时起步 都在那个04年 05年 所以我感觉呢 就是 其实 但还有一点呢 我就讲的 就是我也看过一些 比如京东的专访 看过一些这个 刘强东的一些 这个创业的经历 我觉得他有一点 就是他说话也很朴实 也很真实 从来不更多的去 把自己打扮 或者包装成一个 这个 不能不能说错话了 不能包装成一个 无所不能的英雄 对吧 所以他有时候也有缺点 有人也经常说错话 比如他有一次 他非说他是面盲 不是 所以我听完之后 其实我是真正的面盲 真的 什么叫真面盲 比如说 看电影 除了像正义联盟这种 靠服饰就能辨认的 因为正义联盟 你一看内裤穿出来的 你就知道是超人 你一看胸罩戴头上的 就是蝙蝠侠 对吧 然后手一张能吐司 就是蜘蛛侠 对吧 实际上我 我看一般的外国电影 我去问 跟我一块看电影的人说 这个人是谁 因为他出场几次 我都不认得 在真实生活中也很尴尬 经常有人见到 不论男的女的 这是真面盲 大家记得 就是 如果真的时间不是很长 见了面 认不出来 所以很多场合就很尴尬 然后主要是靠衣服 声音和发型 万一今天这个女同志 女孩子剪了头发 或者明天活生日 换了身衣服 或者不戴眼镜 人家戴了个眼镜 像我这面盲 就认不出来了 就上次刘总刷新了 我的面盲的认识 后来我跟他论了一下 后来我就承认 却实际上有两种面盲 一种是刘强东式面盲 一种是中医式面盲 所以不管怎么说 我们俩都有点 类似的病 对吧 但是有一点就是 大家都是从一个 应该说从一个平民阶层吧 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个努力来创业 那今天当然跟强东东比呢 他的成就比我们大嘛 对吧 这个京东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 从颠覆的角度来说 其实京东跟桑林一样 实际上也是在巨头的重压之下 也是不断地通过颠覆巨头 对吧 然后自我颠覆 所以这也是今天 为什么我邀请 这个刘强东跟我一起来 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和分享 那最后说一点呢 就是我们公关部 给我写了一篇很长的 稿子 因为最近 最近我讲话比较谨慎 对吧 我刚才还跟刘强东讲的 我说话要谨慎 万一一不小心说错话了 这个 所以最谨慎的方法 就是照着稿子念 我前段念了一篇稿子 效果还不错 念到最后我都笑场了 对吧 对 所以 对 所以在今天这个 毕孝男那天采访我 毕孝男其实 毕孝男是一个比较严肃 比较煽情的主持人 他经常问我一些问题 让我瞠目结舌 对 其实我还是比较 更适合站在台上讲 讲稍微带点颜色的段子 那关于这 很多人问我这本书呢 我想还是把一会儿 把问题留给强东 我特别希望强东能读一下 看我们俩小时候像不像 这个 那我就简单讲几点 我这个书的想法 就是第一个 就很多人就问我一个问题 你看刚刚 有人就问刘强东说 你干嘛不写呢 刘强东说 我过十年再写 这个就是中国一个传统的看法 就不到古稀之年不写专记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颠覆了 没什么不可以写嘛 既然现在很多90后 现在都粉末登场 给我们这些 上次有个00后说 我们这些70后 80后大叔都老了 他们都要给我们上双业课 那我们这些70后 为什么不能写本书 吹嘘吹嘘自己呢 所以我是觉得 再过十年 我估计大家都不怎么看书了 每天都被手机上 各种碎片的消息 就趁着大家 现在我们今天来的人 都是喜欢看书的人 我听说 趁着还有些人看书 我觉得我抓紧时间写一本书 然后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我 实际上我这个普通人 我运气比较好 运气比较好呢 就是说 我和中国互联网相连同步成长 有一本书叫《异类》 你们看过吗 对 那本书里讲的很多 他总结当年 乔布斯 比尔盖茨那些人 说真的是这些人很棒嘛 当然这些人很粗色 但他总结了 比他们早出生一点的人 晚出生一点的人 成就都没有他们大 就得出了结论说 他们正好赶上了个人电脑 就计算机产业的发展 其实我们中国互联网 这批创业者 创始人 其实很多人也是赶上了互联网 在中国的这个兴起 这个机会 所以我不知不觉地发现说 我看了很多公司 写的这个互联网专记 反正我讲了 中国写专记里面都真真假假嘛 所以我就想 把自己这20年的经历写出来 也算上是 确实算上一半互联网历史 因为互联网里很多大佬 很多人 很多事件 虽然我不一定是事件的胜利者 我在很多事件里 都是被殴打 被压着的 但是很幸运的是 我都是事件的亲历者 所以 而且我好像跟 不仅跟公司 好像甚至还被一些 所谓的政府机构 当年半官半商的机构 都给压着打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真实的历史 能够还原一下 可能也许现在 还能供我们 也创业者做参考 真的再过20年 我相信中国的商业环境 跟今天也完全不一样 互联网可能也进入新的时代 也可能这些所谓的经验 分享就 真的就out了 到时候就得写点别的了 对吧 比如说 我们就写写 脸盲症如何纠正自己 第二个呢 其实我是 我对 可能我的看法不一定对 我对 我对这个阶层固化这个看法 非常非常的反感 因为前面看到 这个说法已经有些年头了 反正大家老是说的意思说 再不买学区房 你就完蛋了 什么绝不输在起跑线上 反正就是有很多说法 就好像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固化 可能是很多人会这么想 但是我是 我自己想了想的 我说 我跟很多这个 我觉得我自己的出身 实际上是比较普通的一个人 然后呢 家里也不是什么 二代 对吧 也不是什么达文贵人 但是 我当年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 你也很难总结说 我是个学霸还是个学渣 你说我是学霸吧 我老跟学渣混在一起 你说我是学渣吧 好像我还学到点东西 那最后 所以我这里边 其实我 最后花了很多的篇幅吧 这样谈了我个人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我是觉得 作为很多年轻人 如果能有一些稍微 正确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能够去建立自己的 很早的时候去建立自己的目标 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和欲望 划等号 对吧 因为欲望是暂时的 但目标是长远的 有的时候为了目标 你甚至很多时候 你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你可能要放弃自己的一些 一些短期的想法 我是觉得 其实很多人 都应该有机会 去打破 所谓的阶层固化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 我们的人生都被固定好了 都被大数据给算好了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今天可能不可能 我站在这里 也不可能有京东 对吧 那刘长东还应该在做科盘机呢 所以 所以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 就我和范远桃沟通的一个 一个想法 有一点呢 这本书里别的不能保证 有一点我觉得可以保证 就是这本书里写的东西呢 有些真话我在这书里 还是不能写 因为会伤害到一些人 我这个人还是挺心扫索软的 这个 所以呢 有些东西可能确实 我有些话不适合在现在说 但我可以保证在里面说的话 都是真话 所以我不希望在里面看见一个 我不知道有人读了没有 你是什么印象 我并不想在里面看完了之后 就是变成周鸿一 更加伟光正的形象 更加高达上了 可能里面写的 我希望是一个 如果记忆不出错的话 我希望是一个真实的自己 可能你看到了一个 是非常有缺点的人 而且就像说 我错过了京东 哎呀 我错过了错误多急了 对吧 我错误 我犯了很多错误 我都希望把这些错误 能够写出来 因为所谓成功的经验 能借鉴的非常少 但是别人的错误 可能能够让你更多的少走弯路 前几天我有一次去 北京有个耶鲁中心 那耶鲁中心 他们组织了很多 红杉投资的公司的CEO 来开班学习 那他们请我去做什么 分享 我说句内心真实话 我说弄错了吧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 有这种上学的好机会 如果有 我说我也希望来学习一下 然后沈南鹏 徐小平和我 坐在台上分享 后来我们 因为那天的主题是学习 所以大家就开始 真的很例外啊 第一次大家开始 痛苦谈自己的教训 沈南鹏先悲伤地说 当年我们错过了 今日投票了A轮 然后我们如何如何 反正犯了很多错误 我们的这个 禁止调查做的不对 我们对的方向判断不对 但是我们很有运气的是 我们最后终于 在B轮还是C轮 我们投进去了 所以他就很高兴了 然后徐小平就进来 更沉痛地反思 所以他妈的 我们就一直错过了 今日投票 我们一直没有投他 然后他又讲了一番 为什么会错过的原因 我一看大家反思的 都这么如此的深刻 如此的悲伤 我就为了安慰他们说 我说你们俩还不是最愚蠢的 最愚蠢的故事 最悲伤的故事在这儿呢 我说我在一开始 我就看好今日投票 我就投了他了 但是很悲伤的是 我们被人忽悠着 在B轮我就出去了 对吧 你从来像徐小平 从来没得到过嘛 也无所谓对吧 像我们这种得到了 又失去的 这才感觉到 私心的疼痛 所以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呢 我不希望 它是一本励志的鸡汤 我不知道这个 看过的读者会觉得 如果它成了一碗鸡汤 就是说 干了这碗鸡汤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希望很多 年轻人 很多创业者 能够去看得出来说 其实中国互联网里 我算是一个创业者的 一个 算是非典型代表 我觉得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的东西 都是被误解 很多东西都是被包装的 大家老以为 三寇大战的时候 你是高瞻援主 精心策划 运筹帷幄 这都是扯淡 其实我们都是被形势推着走 有的时候也是摸石头过河 对吧 很多事情过去了 才有反思 回来才知道说 原来自己犯了很多的错误 很多时候 我们内心也很恐惧 对吧 我不知道强东东怎么样 我们虽然在对外面 我们不能表现出任何的恐惧 我们让他进行对手 感觉我们很强大 但是个人都会恐惧 都会惶惑 就像我最喜欢看的战争电影一样 你看多了 你就发现真实的战争片 或者在真实的战场上 你以为勇士就不怕死吗 其实所有人都怕死 所有人都害怕一颗子弹 最后勇士和懦夫的差别 只是在于说 勇士控制了自己的恐惧 或者说有的时候 勇士运气很好 像刚剧领的兄弟 我就觉得他就是运气很好 对吧 子弹没找上他 所以很多时候 通过这本书呢 我希望的更多的是一种 真实的表达 所以也希望 大家能够从这本书里 也许能获得一些 获得一些体会 但这本书出来之后呢 还是 最后讲一点遗憾 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呢 有洗洗研究的毛病 有干什么东西吧 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就特兴奋 有时时间长了呢 我就会觉得 很没劲 最开始一想说 发现他说 写一本比李开复 还好的书啊 我就觉得很激动 因为对吧 开复也是我老我下嘛 对吧 这个但是 后来我发现 写书很麻烦 因为我一般接受采访 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就他说要接受 好多次两三个小时的采访 所以我开头很认真的 把我的儿童时代回忆了 小学时代回忆了 对吧 后来写到 好像写到雅虎 就快写不下去了 后来我一发现说 再写到360 每天很多历史 烂事还没说完 又发生了很多新的烂事 对吧 还不断有新的事件涌现 后来我就真的 实在是坚持不下去 特别到这两年 我们回归啊 这个确实是 花了我很多的精力 包括公司也面临 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挑战 我们也面临很多这种转型 所以后来这个 大家就会觉得到书的后半部分呢 就稍微会有点内容少 所以我就说 这就是我的上半身 如果大家想看我的下半身 你们别想错了 人生的生 你看胡胜利就坏笑的 所以这个可以将来再写 所以后来呢 摩铁本来就 摩铁本来也要道个歉 摩铁本来很兴奋 他们以为写了一本 关于行业爆料的书 为什么专门安排我跟吴小波老师去对谈 因为吴小波老师写了一本 某公司的传记 但是其实我就说让摩铁很失望 后来摩铁经过慎重的讨论 这本书的这个腰封马上要改掉 它的主旨已经改掉了 原来想作为一本立志型鸡汤重书 这个从内容来看没有做到 后来想作为给创业者 给商战们 给互联网研究人员做研究的 这个商业重书 这个看来内容也不够充实 他们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定位 就是准备上母婴幼教类 你们不要笑 我觉得这本书市场会更大 对我来说无所谓 只要这本书能卖得越多越好 对吧 这个因为卖得越多 好像板税我一片天拿不到 都给了饭一套了 这个作为一个女作者写的 给这个母亲们教育孩子 我觉得如果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那我觉得这本书我就功夫没白花 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孩子的 可以认真读一读 我觉得所以就改成了 如何从一个熊孩子开始 好吧 那其他的励志的东西 他们让我写这个 内在的驱动力 使命感 什么不忘初心 自我颠覆 耐心与坚持 这个书里都有 书里都有 对吧 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下面还是要请 今天我找要请强东总给我站台 请强东来分享一下 他的这个面盲症是如何选择的 老周留步 你留步 一会儿我们这个 来我们搬一下椅子 然后一会儿我们找强东总 这个一会儿希望大家的掌声 都能够再更激烈一点 这个红衣总 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外套脱掉了 真的是 这叫什么周红衣布红天理难容 就是你自己完全可以当段子手了 之前的时候还想我补充一点 我觉得我们读者其实是从这个书里面 有三个层次 大家还是可以认认真的 我自己作为读者 一个找出错别字的读者来讲 第一呢就是 其实周红衣总 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了 特别的真诚 其实人从生到死 最难坚持的品质 就是真实地面对自己和面对别人 尤其是真实地面对自己 所以这一点上呢 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给他一点掌声 这个掌声是给我们所有人自己的 特别难 我昨天 我其实今天早上飞机刚到 我前天坐红眼航班到新加坡去看小孩 结果突然说 星期天还有一次发布会 所以在新加坡待了几个小时 我又坐红眼航班又回来了 来回飞了一万公里 然后我看了部电影叫正义联盟 我觉得正义联盟里那个蝙蝠侠就特别真诚 别人问你说 你最强的超能力是什么 他说有钱 好 这是我的超能力 我也没人家有钱 也没人家有能力 我就靠还剩点真实 我原来就是说 我那天专访周红衣之后 我回去我真的是一直在想 我一直想提炼出这个人物 就是他内核是什么呢 就是本来我以为他是个宅男 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四处闯荡 但是今天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说 你上大学的时候的强项是演讲吧 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的强项是演讲 没有没有 我从来没说过 我又读转了什么 煽情过度 你属于我找来的群众演员 但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特别需要 刚刚他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比较真实地面对 就是其实成功地讲 从社会学领域或者从创业的领域来讲 太阳底下无心事嘛 还是能够总结出一些基本的共同规律 供大家去借鉴和学习的 但是其实成功的人 刘强东有刘强东的成功 周红衣有周红衣的成功 其实很难我们去延续他们的路径 但是走过错的路 确实是可以进行相关的总结的 至于孩子家庭如何培养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待会接下来这个环节 可能具体地探讨 那也特别感谢海涛 海涛也是我个人很好的朋友 他这一年也是经历过了老人离去 然后自己当妈妈 跌宕起伏 所以说也是一个心血之作 所以感谢吧 感谢我们的摩铁图书 感谢我们所有的京东和360的 高管朋友们 我的媒体 好 有请刘强东总上台 来 我这个前天刚刚跟张泽天小天 一起出席了一个活动 对 然后今天就这个又相见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这个探讨的主题 就是从超级熊孩子到互联网英雄 其实台上的这两位呢 大家对他们的履历 和人生成长的经验和成功的经验 都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两位其实都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说 我们有特别显贵的家庭关系 或者社会资源关系而成就到了今天 虽然我们说刚刚这个周总也说 这个不是你说的啊 我是群众演员说的 这个寒门难再出贵子 这句话其实我们当下 很多年轻人是社会的 但是二位呢应该是说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点赛 这里面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教育依然是我们 这个走到今天 普通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口 那当然这个教育包含了 原生家庭的教育 包含了学校教育 人格教育 知识教育等等 从周总开始吧 就是周总我们从你这个书里面 是从其实童年到青少年阶段 这样一个第一段来写 这个阶段对你而言 你认为教育在这个环节 给你起到了一个比较什么样的作用 你刚刚也说了 其实你既是一个传统教育体制的合作者 又是一个颠覆者 其实他刚刚说了一句话 这么说也不合适啊 就是本来想开一句口头玩笑 就是说 其实他这种人是最讨人厌的 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学习的时候吧 他跟学渣在一起玩 然后呢等考试的时候呢 学渣依然是学渣 他考的第一名 对 就这种既和作用颠覆的关系 你认为对当下的年轻人而言 有普大的借鉴性吗 来 这个我也痛恨那种比较虚伪的学霸 因为在学校里原来确实有这样一种人 他这个每天装作不学习 晚上回去拼命学 然后呢这个考试拿到最好 让大家都带到沟里 我肯定这个我原来太小的时候 回家也是不学习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刚才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人说 寒门不在出柜子 是吧 我个人觉得 其实我是不太认同这句话 我其实觉得一个人的 用一些套句俗话说 叫出生不能选择 但是道路可以选择 包括前面有一次 吵了一个概念叫凤凰南 对吧 就你们听说过这种炒作 好像就给他们贴了一个标签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 可能有些人 因为出生家境比较贫寒 使得他在设定目标的时候 他少了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 多了一些太现实的想法 可能他把目标设定得过于物质化 如果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 当然你今天掌管一个公司 赚钱是天经地义 要对股东负责 但是如果你的一个人生目标 从一开始在最年轻的时候 完全设定的都是以赚钱 以挣多少钱作为衡量 那我觉得这个目标呢 就很难支持他走得太远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很多人错不错在于出生贫寒 而是错在出生贫寒之后 就变成完全以挣钱作为唯一目标 那后来我想想我在这个教育体系里边 对我最大的收获 坦率地说 就包括今天我也很迷惑 关于我们这一代我不知道强东怎么想 就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应该去受什么样的教育 那我想了想呢 就是说可能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体系里边 比如说像数理化 这些教育对我 我认为 比如说我成为一个理工科 我去学基段机 这些东西对我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在人文方面 我实话说我认为我们的教育 可能没有给我任何的帮助 我后来想象我最大的帮助是来自于我的课外阅读 对吧 因为我后来想我在课外阅读过各种乱七八糟的书 甚至很多 比如说这个 你该看的是吗 那没有 像你那个什么回忆录我就没看过 当年看了是要被开除的对吧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种课外的阅读 对我的帮助很大 比如说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初中的时候 我到我的一个同学家 我这个同学家的父母都是搞教育工作的 所以他们家有特别多的 这种 当年我忘了是哪一个 就很多文 像文人的那种传记 反正很多 我就看了很多这些人的传记 这些人的传记 从小都是充满了各种浪漫的想法 充满了各种曲折的故事 所以这些对我后来 好像说 看这些很多人的传记 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包括我去选择计算机 也是看了一些人的经历 所以就要来像Inception 像那个电影《盗梦空间》一样 的一个种子被种下了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 对这个教育呢 很难有一致性的意见 但是我自己今天会觉得说 如果我要教育我的小孩 那我会可能 我想从我自己的经历中 我可能会总结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 永远要保持一个好奇心 因为有了好奇心 他对很多事情才会去探索 他不会说 干这个事赚钱我就干 不赚钱我就不干 我觉得这个价值观 是要用好奇心来 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自我学习的能力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包括我在中学学物理 或者大学学计算机 都是因为我有强烈的兴趣爱好 而不是为了考试 那我们很多同学 只要不考试他就不学了 后来我发现 你可以做个试验 比如说今天你给50个单词 说一个月之后考试 考不好就 考好了就加工资 考不好就扣扣钱 我很多人可能悲定 他一说要考试这50个单词 他悲定记得住 或者即使通过了考试 考试完了他就忘了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这50个名字 如果是魔兽争霸里的 魔兽世界里的 什么各种族的名字 各种兵器的名字 你放心 他为了玩好游戏 我看很多人在打王子荣耀的时候 对里边的很多名词 头头是道 他根本不需要考试 他不需要记忆 他就能把这东西记得很牢 这个就证明了说 你如果培养小孩子 是一种出于兴趣 第一个是好奇心 他作为真正的驱动 第二个就是说 他能够自主学习 不是被家里人逼迫着学习 他能自己去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 培养一个大量阅读的习惯 我一直觉得 我可能有一个能力 就是我读书特别快 这个得益于我 青少年时期的读书 但是对我也很有帮助 即使我现在 成年以后 我还是会读 花时间读很多书 就我读书确实比较快 像你花13个小时读完这本 行了行了 这个话题不要聊了 其实这本书还挺浅眼的 一般我觉得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可以读完对吧 我是不是特别了解他 我就啰里巴索回答这么多 就是最后一定要伤害一下我的智商 是吗 不是 是这个样子的 我跟他炫耀 我说 哎呀 我13个小时读完你的书 从早上到晚上 本来我以为他说 哎呀 这么用功啊 结果他说 我两个小时就读完了 但是媒体朋友注意了 三个标题出现了 就是中一教育论 第一呢 永远保持好奇心 第二呢 永远保持不断自我认知和自我突破的能力 但是这里面前提是兴趣 第三个呢 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保持大量的阅读 这个媒体应该给我发红包一会儿啊 那这个其实呢 强东总这儿呢 也是一个 其实他比你更跨越 其实是更 因为你的从小家庭环境 其实我们从很多的媒体上都能看到 应该是说 还没有一些接触教育资源的机会 包括也不在爸妈妈妈身边长大 然后是跟着姥姥长大 姥姥也不识字 那么很多年轻人现在其实会抱怨说 我之所以现在发展得不好 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 这个抱怨也不是简单的抱怨 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是你认为这种壁垒 怎么应该能够去穿破呢 你自己在这个方面有什么什么经验 分享给大家 对 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 我也思考了很久 我觉得 从小的时候我们教育资源是什么 我们教育老师就是我们村民 对 都是邻居 我们上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 就小学二年级毕业的 小学一年级书和老师 也是小学二年级毕业的 上三年级是小学四年级毕业的 我们校长 真实的 我们校长是初小毕业 初小毕业就是小学六年级毕业的 那是我们全村的学历最高的 我一直上到了小学四年级 然后呢村里面正义就是发了最高的代价 第一次以现金的方式 说我不要出去南方打工 在村里留在村里教书 是初二没毕业的 学历最高 对 来教我们书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时候 大家都谈这个阶层过话 我觉得有个道理 因为我们的小兽呢 因为信息的人不通畅 再加上呢社会各种上 就是说是各种宣传教育吧 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 你不知道这世界是什么真实状况 觉得自己呢 因为我们生活的广阔的农村天地 大有可危 是吧 农村好 我们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 我们小时候跟全村村民 夏天的时候 经常坐在树底下 是吧 每个人都是衣衫褴褴 就是两眼饿的都是深陷 然后在激烈的争论探讨 我们如何有一天打到美国去 把美国人民 从地固被压迫者解放出来 真的吗 真的吗 这都是真实的故事 你是七几年的 七四的 突然间你感觉 它比你老一个时代 没有 我们那时候也讨论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所以呢 那时候很有理想 是吧 觉得生活这么幸福 农村天地又这么好 是吧 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还怎么想去帮助美国人 所以呢 你就是努力的一步步走 往前走一步 发现有一座山 你就把一座山掀掉了 你以为掀翻了这座山之后 就迎来了广阔天空 其实发现不是 掀翻了一座之后 又来另外一座 然后你又是 有一种本能的 一种求生的欲望 或者是探索的欲望也好 或者求生的欲望也好 你又把一座山掀掉了 掀掉的时候 你发现你前面还不是一望无际的 所有的人 大草原 天地 还有更高的山在压着你 然后你一路上走来 就是几十年以来 我觉得真的就是 一段的一座山 一座山 一座山 每一座山都堵着你 挡着你 窒息着你 压迫着你 让你觉得自己 没有一种自由感 在你除了社会之后权威的 我们承认社会的权威 大于我们个人权威 组织的权威 大于我们个人权威 但是除了在这种权威之下 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很多个人 包括竞争的权威 不但在你的个人权威 让你生活的这种 没有人不酣畅淋漓 没有人自由感 所以就一步步努力出来 但今天我觉得 你看我上大 人大的时候 是70%来自于农村的 那一年 92年 当时我们记得非常清楚 校长在大部分上还讲 说你70%来自于农村的孩子 但是我大概五六年间 在人大成了一个基金 就像建筑来 从农村出来 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 就是同学 给他们提供奖项金 但发现几乎就很难发出去 主要长说现在从农村出来 农村复古的 不是从农村出来 从农村复古的 是不到了20% 说10%就是农村复古的 但今天农村复古的 和城市复古的 这种差别没有以前这么大 这也说明什么呢 说明可能因为 现在信息发达了 我们很多孩子 一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让自己离这世界差得很远 自己的一辈子 将来这大一辈子 这大山是什么 可能觉得我怎么上一个好的学校 我怎么能去在北京买个房子 我如果能用一辆车 身为这种信息的通胀之后 让我们很多很多年轻人 很多孩子 失去了那种 失去了那种梦想 愿望 而转而变得很现实 反而看得就很近一点 他就不会丧失了说 我要把这所有山全部掀掉 如果我要再生下来 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要知道 我今天走到北京 我坐在这 我面前可能有一百座山 我要掀掉 在那个时候 已经那个时候 你的孩子能心中的那样 可能我也没有梦想了 也许我的梦想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就是锻炼好身体 所以农民的孩子 两件事情最正好 第一件事情锻炼好身体 将来能把地正好 或者出去打工去 第二呢就是 努力努力地 尽快地想要去骗个媳妇回家 什么 骗个媳妇回家 那个年代 农民节分 节四分的时候 父母要把一辈子的积蓄 要盖个新的瓦房 要给儿媳妇买个 舍着布 心布匹 买手表 买各种家具 基本上农民的孩子 节四分之后 基本上老人一辈子的积蓄 父母 甚至爷爷奶奶 真的是两代的积蓄 基本上 把孩子节四分 就全部要消耗掉 那时加在农民的孩子上 可以说的是 两个大山 一个身体 你身体如果不好的时候 挣不了好地 家里就没人饭吃了 你如果是娶不到媳妇的话 你一辈子都逛过 这两个还是挺有关联的 所以 所以我感到 我觉得应该想起范伟奇 那个最初的梦想 那首歌 时间了 老师以前我也特别讨厌 出于讲话 我现在还很少出于讲话 但有时候想起 也觉得该讲究 写书这件事情我也在想 有些记者朋友来采访我 我也跟两三个记者 聊过几个二天 当然市场上也出了些书 但是目前还没有真正 任何一本意义上 是我个人 从头到尾的 去说的 把我之前出的所有书 其实在出书之前 让我看看 其实我也没看出什么 就出出去了 但是我想 为什么有这种动力的心思 今天我觉得 看了宏益这本书 我觉得真正的动力的心思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 能不能通过个人那些 生活的成长的经历 真正能够给很多很多年轻人 带来一些希望 带来让大家不要是说 我们眼前就这个 在这一辈子山 就是难遇悦的 是吧 就是眼前只为这一座山 然后一辈子只为了 奋斗的一座山 比如一套房子 或者一个媳妇 或者一个网房 或者之类的 这种事情 而真心呢 还能带有某种无知 一种无畏 放弃也没有那所谓的现实 而是想得更加长远一点 因为人如果失去了梦想 那么一辈子注定是 我觉得那真的是 行事走路一样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掌声热力一下 我自己 我听的还是挺感动的 我觉得 这个答案其实是 稍微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本来我以为 强龙老师会提这个 这让老师比较好了 因为我看以前的 媒体报道和专访 就是说怎么学习的 一些方法论的问题 但是提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理念 其实跟老周刚刚是呼应的 就是稍微作为演员 替你总结一下 其实是看见大山 永远保持能够 看见大山的力量 其实是保持好远的 一种精神 不要苟且于眼前 这个好像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觉得今天能来的人 一定是认可这种理念的 可是很多大多数人 都会觉得 我饭都吃不起 房子都买不起 怎么保持远方 其实这是一个悖论 你能看得见远方的时候 其实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媳妇也有了 如果你看不见远方 其实也许房子 你也买不到 还有一件事 我必须说一遍 刚才弘仪说了好多次 我真心是脸吗 我一定要 非常正正地回应一下 我的脸面 严重那么程度了 基本上我就说 好多高管 现在高管多了之后 到今天有时候跟着我四五年 有时候我经常会把一个人认为另外一个人 就说任何一个人 我如果不刚才八次 比如说吃饭 聊天 深度聊天 不见面八次以上 我肯定不会记住 比如说见了你 如果明天大将的时候 你就说我真的不知道 从现在开始一直盯着我 其实我特别想让我们的团队做一部谷歌眼镜 谷歌眼镜最好的应用 就是一见这个人 马上就扫描出来 告诉他是谁 什么职位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好 这个我估计 但是像中国像我们这样的脸盲 这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呢 调查现场观众是不是都有脸盲 但有一点强动 虽然我们是朋友 我这个人还是要真实 脸盲是认不出来人是对的 但如果说分不出来 他是不是美女 我觉得我还有这个能力呢 对吧 比如我老壮年一个 我老壮年一个女孩子 我可能昨天刚跟他相处过 我可能不记得了 不是我可能没认出来 但他是不是美女 我觉得我还有审美观呢 所以有的人天生 可能缺乏一些基础艺术 我觉得呢 可能上帝给了我很多东西 他确实是在 让我很多方面有致命的缺陷 真的就一个人漂不漂亮 我也不认识 说实话 我觉得 还有一个 我在跟你说 小时候上这个初中的时候 上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呢 我在那读那本书 我的理想 我妈说你有什么理想 我说我想作为歌唱家 歌唱家 让我小姨旁边说了一句话 哎 强总 你就算了吧 说你的五音不全 我妈立马就跳起来 什么 五音不全 这孩子两音 高音低音都唱不好 没有 天生的没办法 天生的就是声音和脸麻 不过这个话题 如果京东的同事 是不是感觉今天 强总总的段子手的潜力 被挖掘出来了 他更是在一起 知道吧 这个 以后你们可以成立一个 新的相声小组 中国传统化 发扬光大 就有希望了 不过这个话题 调侃的话题就到这 就是还是 不管你脸不脸盲 但是大家今天看到了 以周鸿一的真实 刘强总的朴实 其实这种智慧 他无论在选择人生的 事业 发展方向 伴侣 家庭等等 各个方面 都其实是有他 自己的道理的 而且我们应该非常相信 和祝福这种道理 两位呢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作为演员插播一下 就是很好奇 你是这个 在眼睛深陷的基础之上 还在想着拯救美国 恶的眼睛深陷啊 刚刚强总总说 还在想着拯救美国 洪一总是这个 识字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的书 是靠大字报 这个 有毛主席语录吗 来识字 没有大字报 就满节都是革命标语 标语 你能记得 我是还好 就不再记得了 就是说 我就能够有记忆 到六字以上呢 文革就结束了 那其实两位呢 还有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两位都在大学的时代 选择了创业 这个其实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我作为年轻人 就是不知道 你们那个时代 就是说在大学创业 是一个很频繁的事情 还是比较个例 我记得说 刘强东承包了一个小饭馆 你不要老攻击人 就刘强东 是的 那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说 我怎么就没这经历呢 因为后来等我公司做大了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找我们两人差四年吧 所以我看了你的书 当时书我也是努力看了 而且发了七八个小时才看完的 没发两个小时 差了四年 我看老周是在上研究生物开始 做这个杀毒卡 硬研卡 我是呢 其实进大学第一天开始 就必须不知道创业 就开始打工 因为家里特别勤 全村凑了五百块钱 来了北京 而且我也知道 在家里面再也不可能给我钱 如果再需要钱 我就只能退学 我没钱去结束我的学业 不但各人各人刷 然后后来呢 又是吴亦正接触了电脑 我看老周是88年 你是88年上的 西安呢 你是87年 我88年进大学 对 我接触电脑比较早 在84年 85年就 接触电脑 也没有任何电脑的培训课程 所以就开始去 你说的那希望 希望出版集团 去买了个各种电脑书 买了电脑书之后呢 也没有能力去电脑上 去学这个编程 我就开始呢 就是在纸上写程序的时候 在模拟程序运行完之后 那界面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输过什么东西 那时候还没有鼠标 输过什么东西会出来什么 输过什么 打回事会出来什么 一点点模拟 然后后来突然有一次 也撞到了你的大楼 你推荐那个 那个硬件 那个沙都卡的时候 去了那个联想 联想思路上联想的 我也去了那儿 我去那儿干什么呢 因为发现到联想 卖电脑 人不太懂电脑 很多客户问他电脑的问题 他回答不上来 然后呢 我就帮他免费的 去回答他所有的问题 当客人的自信电脑 软件一件 我都能说上来 然后呢 只要没有人看电脑的时候呢 允许我插一个 3.5寸的软盘进去 能够让我运一下 我在道上的编程序 证明出来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 我就经常在联想的 展厅里面去 帮他免费的解释 没人呢 我就可以运一下电脑 打了字 然后后来呢 就是写程序呢 到了94年的时候 特别 写程序那年 特别特别赚钱 因为北京一夜之间 无数人都是对数据库 其实数据库 这个检索啊 各种管理的系统 像类似像MIS系统 都非常非常热 Debase Fox Base 对对对 Fox Base 所以当时用Fox Pro 就跟人写了 很多电脑程序 那是很赚钱 随便跟人写了程序 一个时间 另一个晚上时间 就能拿五万块钱 对我来说千文数字 你从来没说过 你还是马农啊的 这个今天也是第一次 你看他熟练地说 Fox Pro 这样是没这个精力 都说不出来的 也是写了两年的程序 赚了不少钱 赚了二十多万 后来在想呢 上大学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呢 说了给外婆 给家里那人 那是哪一年赚了二十多万啊 到了95年的时候 OK 然后呢 我是人民大学 第一个民营的学生 买了自己电脑的 95年 在宿舍里面 买了电脑 电脑里面是限电嘛 限电的时候 就那底下保险丝 老是爆 电脑开会就爆了 开会就爆了 后来没办法 实在被逼着急了 跟那大爷 就开始行贿的大爷 给他买点饮料 买包烟之类的 然后楼下的 那个 看大门大爷呢 偷偷摸过 换了一个大的保险丝 然后 我在宿舍里面 就可以用到电脑 我还是第一个是 那时候 我相信我们校长 可能都没有大哥大 最多是个 双排汉险BB机 那已经老牛了的事 我买了摩托拉 第一个大的手机 两个东西 一部模拟的 所以后来到毕业的时候 就想如何思考 怎么创业 就想 我觉得民营是危险 所以能力出生的 还是脱不了 还没想到 创电脑公司 就像那个餐厅 我觉得将来 中国人吃东西 一定要讲究吃 生活好了之后 吃的消费被提升 我要做一个最好的餐厅 连锁的 就开始开餐厅 结果经不上 后来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了 不诈 其实 就是大家 因为我是受雇于这本书 这是我的金主 今天他 所以我还是 但是是一个很事实的情况 就是当我们听 强东总今天在 谈笑风声地讲 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行贿老大爷 行贿门位 我们觉得很搞笑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置换成我们自己 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今天很多人都说 学习难或者创业难 什么什么条件不搭到 融资也进不来 然后合伙人也不合适 那他呢 其实同样行贿的 还有 红衣总 也是为了用一台电脑 都进公安局派出所了 对吧 分享一下你的悲惨经历吧 你看你这个什么 刘昌东是用了一个夸张的词汇 加引号的行贿 你就不能拿这个词 明天这标题党一出来 这京东公关部就该忙活了 对吧 大爷最喜欢上聊天 山灯人 那是我无数晚上陪他聊 聊到半夜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人大还挺好的 新闻是大爷 我们学校呢 看楼子都是大妈 所以想陪人聊半夜也聊不了 这个 当时我们那个大妈 充当了这个公安的县人 向公安每天通报我 每天的行踪 这个 对 那天我 我前那儿有一天去给 这个中央政法委 他们做一次 这个演讲 因为给全国大概150万 这个基层的干警 去做一个网络安全的 普及的一个讲座 然后我说 那天挺紧张的 第一就是说 我从来没给这么多人 讲过 对吧 第二呢 我是来的观众 像今天这样就很好 咱们都是同行 越随便 我就越发挥 如果底下都是官员 都是政府的人 特别是警察 我现在见警察都很紧张 后来为了治疗我这个紧张呢 前一段我不是发了一个 穿警服的文章 不是照片 就还有一些 别有用心的攻击 我说 终于变成朝廷晕爪了 终于穿上他的警服了 其实我一见 穿警服的人 其实我 那样说心里没鬼 心中不忘 我不是这样 我有心理障碍 我一见穿警服的人 我就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感觉 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紧张 所以他们那个 我们后来公关部 为了治疗我这个病啊 是病就得治 对吧 这个 然后就安排我们 这个参与的一个电视剧 那个电视剧里我就扮演一个 我就客串了五分钟 扮演了一个公安的专家 结果呢 他们说的很好 说我是扮演公安系统最高级别的安全专家 整个剧组做道具的准备了半天 把里面紧衔最高的一件制服给我找出来 好像就是一个副科技 所以上次那个照片先声明一下 不是我当警察的 实在是客串 就我见警察这个就比较紧张的 就好像是好几件事 大概从小到大 最小的时候就是我上初中83年严打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没出生吧 你们去网上搜一搜严打就知道 那时候确实很 有的人可能一个很轻微的抢劫罪 可能就会判得很重 所以很不幸 当时我们班有两个同学 在路上加引号了拦路抢劫 因为他们就是想吃冰棍的 没钱 逮到我们院里的孩子 问人要了一毛二 然后呢 他们抢就抢了 对吧 他们就留了我的名字 对 所以呢 过了 因为当时严打 家长又报案 按照拦路抢劫定性 大家在一想 初中学生都会学会拦路抢劫 所以警察第二天第三天 就直接到学校里就把我提走了 对吧 这个事实证明我是冤枉的 但是你没办法去解释 全中学那么多人 是吧 为什么就你周公一被人提走了呢 所以弄了我那个班主任 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因为破坏了他们这个 所以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就是你说的 我创业的时候 我一听流腔东 我本来觉得我都够惨了 我一听流腔东 我又觉得不惨了 他都跑到大街上 跟我去用联想的电脑 他那个软盘擦来擦去 你想传染了该传染多少病毒啊 结果我们那时候呢 我上一生生日我也想创业 那我确实想做一个自己的产品 所以这个在书里都讲了 我一直觉得很多人 老是说创业创业 但是他跟我灵长东比 我觉得很多人只说不干 我其实认为一个观点 就是你一定要设定目标 设定的目标 你有了目标之后 你就just do it 你就开始去做 然后呢 所以碰到什么困难 就消灭什么困难 就是也就像王健林说的 你你有个小目标 你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去积累 但是当时我也很不幸 就是说 我上一生 我学本科是计算机专业 但我后来就认为 我计算机已经学得够好了 我觉得我要办公司 就是学管理 对吧 当然大家今天就知道 上管理学院是学不到管理的 然后呢 过啊 对 因为像我刚毕业的学生 上管理学院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就上了管理学院 我的导师很好 但是我的导师特别穷 管理学院没电脑 所以跟他面临一样的情况 那我姐姐怎么用电脑的方式呢 就是 答应给某个老师干活 但是实际上 混到用他电脑的时间呢 干自己的活 然后还有 后来被老师发现了 然后干不成了呢 后来就是每天到别人的机房里 去蹭别人 比如说总有同学 不喜欢用电脑 所以一个班60个人 可能会来58个人 有两台电脑空着 但这个就属于吃了上顿 没下顿 没有稳定的这个 没有稳定用电脑的概念 电脑来源 后来就是用了一种方法 就是别的同学 有的同学这个导师很有钱 家人是有电脑 他晚上10点钟下息以后 我们留在 我们就半夜在那个机房用电脑 然后到早上天快亮 然后再从窗户翻出去 然后回宿了睡觉 结果呢 就每天晝福夜出 我们当时没有大远 那么只有大妈 大妈呢就 就每天看我们就很奇怪 因为别的学生都每天正点上课 我白天在宿舍里睡觉 到晚上天一黑 我就夹这个包就出去了 然后呢 这个当时真的很不凑巧 其实我资金心里是个疑问 到后来我也没搞明白 学校有的机房丢了电脑 丢了内存条 你们现在理解不到 当时最近内存很贵 当时内存更贵 对吧 不是一个计内存 那时候一兆内存都好几千块钱 你们算一算 那电脑能配给一兆内存就很不简单 当然就按K来算 所以丢了电脑之后呢 这个 他们全校进行调查 就发现 三个特征 我是百分之百负荷 第一就是咒服夜出 第二 很多机房里的指纹 有我的指纹 因为有一天我回宿舍 我的杯子丢了 我开头没在意 谁会偷杯子呢 后来很多年以后 我才想明白 原来是把我的杯子 拿走燕子文了 第三个呢 就我这人又沉不住气 对吧 这是不成熟的表示嘛 对吧 就是到处跟人说 自己要办公司 大家都觉得是个笑话 一个人想办公司 没有钱 但他还不去偷 他还能怎么办呢 对 所以 就在一个晚上 警察就 警察就来到我的宿舍 然后就说 跟我们走一趟 走就走吧 到了楼下 警察要考验我 说你会登三轮吗 刘强东肯定会登 你还屁股放上了 那时候我老是给这个 那个 小太阳显示器 你记得吧 对 冯军搞的 天天就冯军的门口 给他送了小太阳显示器 登三轮 转着苦力火 对 你们现在很多人 虽然会骑共享单车 你会骑两轮自行车 但我告诉你 骑不了三轮车 三轮车没有练过 是很难骑的 然后为什么他们练呢 因为是 据说那些贼偷了东西 是拿三轮车运走的 他们要看一看 我是不是也会骑 很不幸 我也会骑 为什么会骑呢 反正是大家知道 像我们 我不知道刘强通在大学 属于找对象 属于难找的 还是容易找的 没想过这么提 那就说明还是容易找 因为拿着一个大颗大 我觉得不会特别难 但像我属于比较难找的 对吧 这个顺道说 所以当时我们一般 新生入校 大家是不是要帮学妹们 去拉行的呀 所以学会了登一手三轮车的能力 当然了还是没有找到对象了 但是登三轮车的能力 记多不压实留下来了 所以我一路登着 然后两个警察在旁边跟着 就一路登到了公安处 后来的故事就在书里看了 当然我们的公安机关 基本上还是没有冤枉一个好人 当然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本着坦白冲宽 抗拒重演的原则 然后呢 反正我也经历了很多 他们的这个手法 最后确实没有 到最后一瞬间 我真心觉得是我偷的 真的 因为你确实觉得说 你如果想摆脱这个困境 当然这是很多年前的 这是94年 已经93年 这是92年的事 92年到现在都已经25年了吧 所以现在的公安 当然比那时候进步了很多了 当然说句实话 当时对我 真是很大一个教训 就是我真心认为 这事是我干的 只是我想不起来 我怎么干的 所以我就热气地说 你给提示一下 所以我就按照他们的提示 写了一份口语 所以后来我看到 很多类似的案例 我自己感同身受 就是确实 强大的专政机关 是有一种方法 让你觉得说 这事可能是我干的 而且当时我把 我所有干过的坏事 都事无巨细地挤出来 他们还不满意 比如说 我路过操场 突然操场里 飞出一个足球 对吧 我没有水脚踢过去 看没有人来捡 我就把这足球抱回宿舍 所以想起来 当然过去的都不叫事 我们经常说 过去的都不叫事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 就是蛮大一件事 而且这个事过后呢 对我当时研究生 也引起了很不好的反响 这同学们对我都很孤立 因为那有句话嘛 说交大一万多人 为什么他就不找别人呢 我每次都发现 大家就说 对吧 你为什么跟这冲突 跟那冲突 中国互联网这么多人 为什么就是你呢 我有时候觉得 真的很冤枉 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我 所以 所以 你刚才问了什么问题呢 所以写这本书呢 我也想避免一个情况 就是 人有的时候呢 如果他们老了 那就容易渲染一种 痛说革命家屎的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呢 就是容易让人不往前看 所以这个 这故事就写在书里了 供大家做参考 当然后来还有 当然我跟警察 打交到最惊心动魄的 就是我跑到香港去了 对 所以当年你知道 我们贾跃亭曾经也海外逃亡过 你知道吗 他在香港的时候 我还请他吃过一顿饭 所以我就特别理解 这跑到外面的人的想法 你住在望美楼吗 我那时候资格不够 我那时候 九十年代啊 九十年代 这个 大家都买门票钱了吗 今天 有吗 不用是吗 那个老总 就是穿懒衣服这位老总 您叫什么名字啊 哇笑的 那叫前仰后翻啊 真的是 这个特别精彩啊 大家笑完了笑完了 还是得回归我们比较理性的主题啊 其实周总刚刚还是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想一想的 是导致了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到现在 既不该于平庸又平庸了的一个现状 就是大家永远不要做思想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对 所以说这个呢 大家还是just do it 不过呢就是强东总和红一总 你们两个在大学期间创业 我们不用失败或成功来定义啊 但是其实又都回到了大公司和大平台 待过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需要理清一下 就是说 在当下这股创业大潮之中 很多年轻人大学生出来创业 我们不简单地去说大学生应不应该创业啊 我们辩证地分析一下 就是说 是你们在上大学期间都创业 打下来了一定基础 尤其是思维上的拓展 再回大平台进行系统化锻炼 这种模式的结合比较好 还是说 你们比较建议 先进入大公司进行一种系统性的训练 然后再出来创业 这个组合顺序 你们认为其实是怎样是最好 来 强东总 我认为没有任何时候 你没想到说哪条路一定是 比另外一条路更好 是吧 优先选哪条路 这个 我觉得创业等于工作以后 真的人一辈子 内心世界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你不能够调整好 你的内心世界 说实话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内心人 你就是混日子这种心态的话 你去大公的工作 创业还是职业创业 祝你都会失败的 我觉得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态度 比如说有的人 可能一天花十块钱去旅行全世界 然后写了书 非常感人也很好 不同的生活态度没有对和错 也没有好坏之分 没有贫富贵贱之分 关于你内心世界想要什么 你如果内心世界就是强烈的创业成功的话 你没必要装着 需要去别的公司 非要去大的公司去学习一下的 然后学的管理者出来的创业 觉得更靠谱 都没有 我看Facebook也好像也没去过 什么别的公司工作过 是吧 别的干涉也没去我们工作 都直接创业成功了 当然也要去公司工作出来再创业 所以我觉得二条路没有任何一个定论吧 还是你内心世界的 你的最强烈的声音是什么 愿望是什么 我同意强东总说的观点 我觉得两种都有成功的例子 但是对中国来说 我相对认为 就是说可能商业环境还是过于复杂了 然后像Facebook那种例子 我去美国也专门跟美国的很多VC讨论过 美国有很多年轻人 确实一出来就创业 而且好像没有管过公司 比如Facebook也涨到上万人 当然管理也很好 这都是你从宣传上看到的一个表面现象 那么其实它有两个问题解决 第一就是说 每个创业者呢 你自己可能没有经验 你可能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团队 你一定要有一个合伙人 而不是说一个人打天下 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又很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就是他基本上一个公司成立之后 他在某一个时间 他可以通过成熟的职业经理人 来帮他解决问题 但是中国呢 相对来说创业在早期的时候 都日子过得一般都比较苦嘛 而且一般职业经理人 也看不上你这么小的公司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的创业者 我认为比美国的创业者压力大 更不要说还有几个巨头在那压着 所以对创业者来说呢 这个我其实觉得中国创业者的压力 比美国的创业者要大 美国有些公司可以像豆瓣那样慢慢地做 对吧 做慢公司 慢工出细活 对吧 然后慢慢地靠口碑 但是就像这样说的 你在中国你一旦发现说巨头也疯狂地砸钱 疯狂地挖人 或者这时候你发现对你的商业的经验挑战很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少数天才 包括刘强东也是 你应该没打过工吗 你应该 你打过工 我去日本企业工作了两年 我觉得你也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看 就是如果假如说你在上游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这商业模式实际上真的没有的 而这商业模式你确定在个小范围 你敲击严重 确实它解决了某行业的痛点 或者设备痛点 或者用户痛点 Anyway你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创业 因为你全新的商业模式 但是如果说你想创业的 就是已经有的商业模式 你想去跟现有的这种剧组比拼的话 假如说你如果又没有任何这种 管理和工作经验的话 我觉得成功概率肯定会稍微少一点 所以还要看你的所从事行业 那我还是把我的观点说 所以我个人还是赞成在校的学生 就是如果真的要创业 就是放平常心 我认为失败概率非常大 成败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种锻炼 给自己积累经验 但是真的要去做创业呢 我还是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觉得 就是既不是把它对立起来说 要么就 如果把创业非要狭义的理解成说 我自己开个公司 当个CEO 对吧 把这理解成创业 那就很极端 到别的公司就打工 既然打工就混呗 如果自己做个公司 自己当CEO 那就好好做 我觉得这两个观点都很极端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 重新定义创业 就是说你把到别的公司 比如说今天我毕业想做电商 比如说那你可能到京东 对吧 你想做安全 你可能到360 那你把到别人公司去打工 能不能不把它看成打工 把它看成是一个去结识人脉 去积累经验 去学习创业的过程 我相信说 如果是换了这样一种心态 就没有你这个问题了 就相当于我还是在创业 只是我在创业的不同阶段 包括我前面看了 曾明有篇文章 我倒挺赞同的 我就说人分两种人 这世界上绝大多人 一定是两种人 有一类人 比如像刘强东 是能从零到一的 就他能无中生有地 做这个事情 这样的人 我觉得是一类人 还有一类人呢 从零到一不行 但是你给他一个舞台 他能从一到十 或者从十到N 过去我们更多的 媒体的关注焦点 老是进入在 从零到一的人身上 但是从一到N的人 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 像我就是典型的 从零到一国 我给你们很多人 能当导师 但你让我从十到N 可能管一个大公司的时候 我也会遇到很多挑战 这时候就需要找 这方面善强人 来做合伙人 所以我是觉得 人是没有高低规见之分 两种人都非常重要 比如说苹果 这个举个例子 苹果 这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乔布斯在离开苹果以后 做了一家公司 其实很失败 叫Next 这家公司 就是乔布斯自己干 他很善于从零到一 但再往下 他那套管理风格 一般人也受不了 但是他回到苹果之后 有了一个平台 不再是从零到一 他又找到Tim Cook 在乔布斯走以后 很多人老是去贬低 Tim Cook 老说他什么创新不够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 不了解Tim Cook 他是一个很好的 从10到N 从1到N的人 所以他俩的合作 才造就了苹果这个奇迹 只不过是聚光灯 都容易打到从0到1 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 也往往想效仿 我要成为第二个刘强东 我要成为第二个丁磊 就老觉得 就把0到1定义成创业 这就让这个路很窄 我觉得所以到大公司去学习 或不一定要叫做大公司 我觉得你加入别人的创业团队 你不一定在那个创业团队里 要扮演CEO的角色 你不一定要扮演 最leader的角色 实际上你找到自己的定位 学到经验 我认为依然是创业 特别是到公司去的人 那么如果你保持这种创业的心态 那么我保证 你在这公司 无论干三年干五年 可能你真正是积累了 那种创业的能力和经验 这样等到时机成熟 你有了想法 你也有了人脉 你也知道 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从大公司出来 你刚毕业的时候 光是把你女朋友当CFO 光是把你上铺的兄弟当CTO 这是很小的人际圈子 这个团队是经不住挑战的 但你真到了 比如说京东 到了这些大公司 你可能会认识很多杰出的人才 可能等你创业的时候 你就有很多partner 所以我觉得 这才是真正为创业打压的基础 但是相反 如果很多人就是说 他到了大公司 或到了别人的工 我也遇到这样的员工 我不知道京东可能也有 就是他老觉得 我是在给别人打工 那我能混就混 能混日就混日的 这种人 他最后在大公司 慢慢就把他的能力 全给磨掉了 他离开大公司 他连生存都生存不了 更不要谈创业了 那最后就变成公司的混子了 那这个我觉得 我往是最悲伤的结果 所以你这个答案 我只能这么回答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觉得我 你刚刚说的时候 我就一直盯着你想了 就是刚刚强东总 红一总说了三个点 第一个点 其实是强东总说的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今天 我自己都在 因为我采访了那么多创业者 我今天也是在自我的 重新颠覆我自己的想法 就第一 其实大家一定要认知自己是谁 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创业 也没有必要所有的人都去创业 你过你 像我透露一个 就是说我自己一个小发小 然后呢大学很好的时候毕业 我老家是山东危海人 在我们山东危海 一个乡镇医院当护生 护士 每天养两个小乌龟 他每天醒来就跟乌龟玩 玩得特别开心 所以他开心啊 其实是一种很羡慕的状态 第二个是红一总说的 就是创业是一种心态 就是当大家 如果我们足够有智慧 和借鉴这些经验的话 我们在初期创业的时候 我们在进入别的公司的时候 你能否保证这种心态 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的创业历程 非常清晰而智慧地 分为几个阶段 你特别知道你在哪个阶段 应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你有这种目标性 你就不会其实就去迷失自己 那第三个呢 其实是更重要的 今天我认为啊 就是我们一直谈创业 其实就是在谈一个 从零到一的观点 我们所有的媒体政策 都在聚焦这一部分 那从一到十 从十到一百的这些人 其实也是组合了这个社会 非常重要的一种架构 而这也是很重要的创业者 我觉得我们媒体其实还是真应该 把今天这个观点给传递出去 今天特别好啊 就层层递进 我觉得一直递进到我们最高潮的一个部分 就是两位其实创业 然后呢进入公司平台 然后又出来再创业 然后成立了就是壮大型的360和京东 我为了做今天这个对话 我也是就是之前做了很多资料啊 我之前专访这个今日资本的徐欣 他跟我说这个强东总 他说强东总身上最最最最最 让他当初让他着迷的地方 他说他形容创业强东是有杀手的直觉 我当时其实我没有太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等到我再专访完洪一总回去 再想他做一个颠覆者的时候 其实他们俩身上都有一个巨大的特质 大家感受到了没有 就是我相信很多普通的观众和读者 会跟我有样的心理 就是虽然他们一路从教育 从这个上大学到靠勇敢 靠勇气 靠智慧等等突破到今天 这些必然要走的路 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内在性特质 就是他们直觉性真的都很强 如果一个人在一次机遇面前把握住了机遇 也许是幸运 但是他们每一次都把握这种机遇的时候 就这种直觉在二维开来 当然首先这是外人的观点 你们认同吗 然后呢这种直觉 你们认为属于天才式的直觉吗 就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吗 对于其他普通人而言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就骨子里面一种不认命的一种东西 可能就因为许晕总的老是在外面说 我杀手气质啊 什么 认命 对啊 这种名词啊 所以媒体老是把我形容中 什么价格屠夫啊 就好像斗士啊 变得跟老周一样了都快 他可能是说你是美女杀手 可能认命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骨子里面我是非常柔和 但是我讨厌认命 生案来说呢 村民就说哎哟 你就认命吧 是吧 比方那儿 我们小的时候在文革 快结束那儿村长 队长那儿简直是跟皇帝一样的 他可以说都 除了不能杀人之外 上都能做 他们决定一家里一切 因为他领了公分嘛 农民正一天 队长就是小队长 即公分 公分就你的工资 是吧 那农国也没有洪量标准 说你三分就三分 说你一分就一分 看你顺眼就三分 看你不是人就给你一分 你还不敢去告 告了那立马把你抓起来 那觉得还 不像中文还弄三天两夜的 还去给他各种各样的招去审 不需要审你 只要你就犯个命罪 是吧 所以呢 从小时候就是 身边的人一路上 就会不告诉你 告诉你任命 上小时候呢 哎呀 就想到能不能考上 这个初中 任命 无所谓嘛 上了初中之后 我去就考中专中师 因为那年代 对于农足孩子 叫育有龙门 你考上中专中师 从初中只要考上中师了 中专了 上校了 很牛 你立马变成城里人了 是吧 你一下子就是 就是铁换板了 我说不 我要上大学 我不想上中专中师 哎 很多人就劝你 哎呀 你认命嘛 你能脱离能命的身份 都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呢 创业到走到今天 一路路见我 刚才说的 一路山把他移走 是吧 当然山的还依然有 因为我就不想认命 我不想认我的命 实际上来 我就避着死在那孙子面 烂在那孙子面 我不想我认命 实际上来 就是个凭着 我不想我认命 我实际上来 就是设为最底层的人 所有人都可以把我忽略 我不想认命 说我的竞争的时候 我就永远打不败 这是我的幸福 所以呢 各种各样的直觉 所以所谓的各种各样的 商业的直觉 更多的是 你内心世界的 真的是 真心的是 发自内心的一种 永无枯竭的 源源不断的 一种梦想 一种追求 一种想要自己的生活状态 因为我心里很清楚的时候 我必须要做到什么状态 才是我内心最高兴的 将我每天必须要努力地工作 你让我天天在沙滩上去 每天跟我三四天不工作 那对我让痛苦 是不是一种煎熬 那是对我一种惩罚 那就是我所想要的 就希望呢 带领兄弟们 像我们京东的话 可以说百分九九的话 九九点 九九九多 或者百分之百 都来自于平民家庭 我们工作可以说 没有任何一官二的 没有任何一官二的 百分七十来自于农村 来自于农村 但我就希望带着我们这帮兄弟们 不认我们的命 带着兄弟们 把公司做得越来越伟大 而且让我们心里们 活得越来越尊严 就这样 很本能东西 我不用多说什么了 已经太感动了 来 洪一总说你的观点吧 那我就跟他 从不同角度来看 就是说 我觉得确实 看很多创业者 好像在关键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直觉 但这个直觉到底是天赋 还是后天的培养 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说 表面看的直觉 实际上还是 应该是基于一种 判断力 还是来源于你的经验和经历 刚才说有一本书叫 《异类》对吧 那里面提出一万小时 后来关于一万小时 又有两本书 专门做了不同的诠释 有一本书叫 《精进学习》吧 好像还有一本书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一万小时定律 这两本书 从不同角度 对一万小时 做了个诠释 我非常非常认同 它里面的观点 就是你看了那种 所谓的高手 比如说无论是体育高手 在关键时候 一个接球 或者是商业高手 在某一个 在做决断的时候 做了一个决策 他认为 最后都不是拿天赋来解释 因为一旦拿天赋来解释 就变成天才论了 就变成玄学了 就变成只有少数人 对吧 哪天做了一个梦 就说我就决定免费杀毒了 这个实在是不真实 他还是讲 是通过你日积月累的这种训练 通过这种训练 在大脑里形成了回路 这个回路的形成 比一般人的反应 它那个传输的速度要快很多倍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这也是我刚才讲 很多我们看 就虽然刚才强东说 大学毕业可以创业 但是从概率来说 你会发现说 刚毕业的人 在面临很多复杂的 这种形式判断的时候 他的直觉为啥没有那么好使 就是因为还是 积累的经验 积累的训练是不够的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 尽管可能在创业早期 比如说最早乔布斯他们看到 看到那个个人电脑 比尔盖茨最早看的比如 贝斯克语言 对吧 你都可以看到这种 好像灵光一现 但是我要讲 你要往前去剖析 你一定会发现说 在他们在做这件事之前 他们已经从事相关的行业 干了很久了 所以呢 大家 我读这本书 你会发现说 很多人对我的了解很片面 可能仅仅是看到 比如你做360 有些时机 可是在这之前 大家看我干计算机这一行 我干编程这一行 从我初中之下开始就开始做程序 就也做了很久了 那完全是符合一万小时的那个定律 包括甚至说你公司大了 到一定时候 这时候更不可能靠拍脑袋 来做决定的时候 更靠了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种积累 只不过这种积累 到很多时候 它在关键的时候 它会通过大脑回路的方式 让你脑子中出现了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我这本书里 我想想也可以给我再写 比如说做一个 让很多人 对很多人的过去 有一个真正的了解 所以原来有个理论叫什么 叫七个馒头理论 大家听说过吗 就当大家去追捧 去学习 去模仿所谓的成功人士的时候 容易犯一个错误 就我们老研究 它第七个馒头吃饱了 我们老想研究 就像你说的 这第七个馒头灵感哪来的 那第七个馒头 是用什么灵感争出来了 为什么一吃就吃饱了 你没有看见他前面吃六个馒头 特别怕他吃第一个馒头的时候 毫无饱了感觉 这些馒头也都很普通 只是他坚持吃了六个 到第七个的时候 你觉得 对吧 所以刚才比如说 刘强东说他的经历 其实他有一些经历 我都第一次听说 都是闻所未闻 那你会发现说 并不是大家 比如说原来刘强东 默默无闻 他做了很多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突然有一天 京东出名了 因为京东改变了电商那个市场 突然有一天京东上市了 突然有一天京东市值 达了一个什么车 大家之后才意识到这张东 之后你看到的东西 都是他成功以后 露出冰山 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 可是你如果不去回溯 比如他刚才讲的 童年时候的经历 我没想到他童年 比我还要悲惨得多 真的是这样的 他童年的环境 可能他 就比我条件要差很多 那么他一直 有这些很多的经历 包括他上大学的时候 这些经历对他后来 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也是我这本书里 最开始强调的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建立一个目标 其实刘强东 我听起来他也一样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一个目标 不是去解放美国人 他是不甘心 就一辈子 就是说面朝黄土被操天 对吧 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那么所以我是觉得 去设立自己的目标 最后我如果总结 实际上是我这本书里讲的 你最壮的 好 其实两位都是颠覆者 其实刚刚强东总说 自己前面有座大山 在人生的过程中 一步一步一座一座地 把这个山给移除掉 那其实颠覆者呢 可能很多人看来 放在周鸿一身上 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很多外界的人 就是说对于周总的印象 会多多少少觉得 他的这个过程之中 带有一定的 搏斗的性质 所以说我们说 几次大战 血雨腥风江湖啊 所以这个颠覆者是很合适 可是对于强东总来讲呢 很多人会说 感觉刘强东是一个掌控者 步步为营 然后每一步都 这个算计得特别精准 几乎没有什么 出过太大的岔子 这些都是一些外界的看法 那您两位对彼此 做一个评价 包括对彼此的企业风格 的一种评价 会认同外界的这种观点吗 那我先说吧 好 我觉得这就是说明 你还是没认真 读刘强东的书和读我的书 其实刘强东 你既然跟他聊完 你绝对会觉得 他是一个颠覆者 首先我们讲颠覆者 是一个自我颠覆 就刚才他说的那种话 刘强东一直表现的外表 比我温文尔雅 对吧 然后刚才一发现 内心比我还豪迈奔放 就是 对吧 不仅自己不认命 也要带着京东的这些兄弟 要改变命 要更有自愿地活着 这句话听到 我都热血沸腾 就是他首先颠覆了自己 颠覆了自己的阶层 所以 你每个创业者 都是不满足于现状 一定是颠覆着 第二个呢 310是因为 那时候容易跟别人 发生一些冲突 可是京东不也有时候 会跟人发生一些碰撞 这是你从小公司 成长过程 必然的这个经历 实际上京东在行业里 也在做颠覆 对吧 因为原来可能 中国电商只有一种模式 让京东换了一种模式出来 对吧 比如说别人 原来电商可能 走得比较轻的模式 京东就在物流 在仓储 叫我的理解 就在这种用户体验上 要下足功夫 所以反过来 京东今天能在 中国电商市场 能够一军突起 如果他仅仅是去模仿 比如说如果 就是模仿淘宝 对吧 然后呢 那我觉得他是不可能 京东走到今天 所以从 无论从商业 从个人 那么京东 都也一定是一个颠覆者 只是说 企业家有不同的风格 比如说 他可能表现得比较 比我更内敛 他可能表现得更成熟 他可能不一定 天天在那外面 跟人去撕逼 对不对 他不一定 在那外面 跟人去说话 或者他不那么乐意 天天去接受各种采访 但是他骨子里的东西 我认为都是没有变的 所以为什么也是 我今天选刘强东来 帮我站台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 真正的颠覆者 田东总 对 从小时候经历 到我们现在 我们俩人确实有很多相同的 当然有些不同的 我先说相同的 我看老周的书里面 写着小时候 玩那个铁圈啊 是吧 多那泥巴锅呀 是吧 后来又捣鼓那个 这个 收音机呀 当然呢 因为农村比城市里要晚了七八年 大概基本上你捣鼓我 我看你的书上 你捣鼓完之后大概半年 我的农村也有收音机了 也捣鼓了 甚至能把我们村里两家收音机 一根电线 铁线连起来之后 还可以打电话通话的 都捣鼓了很多东西 包括上小时候初中 后面接触这个电脑 我们俩人的创业的经历 也是比较相似 老师呢 都是从这个 没有任何技术之上 是吧 一步步趟任何过来 是吧 在走的过程中 我相信呢 今天在座应该有一些创业者 等你们公司不但成长的时候 你也发现 就是真的是一路子 不断的 特别是在中国 中国虽然说 我们国家的经济呢 已经是 可以说是 相当的发达 已经接近于发达的国家 但是我们中国的 互联网行业里面呢 其实还是完全在一个 从临设备里面 老师在互联网行业里 几乎就是很难看到 什么非常清晰的 这种规则啊 等等 没有法律的 一个从临设备 一个野蛮的 一个从临设备 所以在这里面 你看最近几年 咱们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 这个两极风法 越来越严重 就流量越来越集中 你要是几十年间 还有无数这种互联网 现在越来越少 从全世界上如此 因为互联网本身 它就是天然的 是垄断的一个工具 互联网是天然的 垄断的工具 传统行业的话 你看到垄断是很难的 你处于借证 行动命令 或者历史上 有大大的这种 事件的时候 你看好了 它垄断 但在伏联网 流量它垄断 是一种自然的东西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可避免的 就是说 其实不是我们想 跟任何人去战斗 我们不想跟任何人争执 我们不想跟任何人冲突 但是呢 当你的脖子被人掐着 你置身膝的时候 你就快死亡的时候 你吹死的时候 怎么着 挣扎一下 你挣扎的时候 你可能会跳来 说一句话 是吧 可能会表达你某种不满 等等 那么别人的媒体放大呢 就是说 你是挑战者 你是挑逗者 你是战斗者 然后就各种词 加到我们身上 其实很多东西 我相信我们呢 也是被迫的 也是一种被迫的东西 当然不同的东西呢 对于京东来讲 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呢 老说 从最早做商业模式 我们不算完全创新 老周还有很多 完全创新的商业模式 我们不幸呢 是无大无障 进入电商的时候呢 我们在行业里就无数 就学害 已经学害一片了 我04年进入电商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是 一直到09年上中欧的时候呢 当然还找很多关系 找艾瑞啊 找这个义官呢 跟就两家沟通商量 说你这电商 中国电商排名啊 能不能排 排TOP20啊 因为排TOP10 排不到我们 我们大概能排个 第12 13 14左右 他只要能说 把20名排出来 能排到我们京东上 这是2009年 刘静年时候 08年还是这样的 我们排不到前十名的 对 我们也是在 2013年 2012年之后呢 可能才超过了 这个当中 卓耀 还是走上 第二名 是吧 当然现在呢 我们又是各个品类 不断地发展 服装的是 我们最后 最后的品类 在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 对于冲突 只是说 当你面临这种 不同手段的时候 我相信任何公司 都要生死 都要存活 是吧 所以呢 我还是希望老周呢 一路站动过来之后 今天你还是工程 明就 我那也取得了 小小成绩 我觉得其实到今天为止 刚才老周 刚开始演讲上 说的一句话 说希望2012年之后 我们这种书 没人读了 为什么 我相信中国的商业时代 中国的复联行业 也不要走20年 如果20年之后 才走到一种文明社会 那是整个国家 和社会的悲哀 真的是 那是数亿年轻人的一种失败 和失望 和沮丧 我认为呢 最多在5年 中国的复联行业 一定会走到一种 真正的一种 文明的一个社会上去 各种行业轮延 各种攻击 乱 一定会少很多 到那时候呢 可能大家更多地思考的 这是我的公司 我的商业模式 到底是为社会 解决了什么问题 而不是在自私自利的 为了自己的 一级的 公司的一个一级的私利 至于整个国家 行业 社会 这些利益根本就不顾 所以刚开始呢 咱们中国伏联行业 都是小的公司 大家说小的时候 国家要少管理点 这是对的 但是呢 其实今天呢 全球的伏联行业 都已经走向 逐渐走向 垄断的 其实这行业是危险的 所以我们希望呢 我们不仅企业 还要继续战断下去 心里面还继续努力下去 我们更多地希望能够 不断地呼吁 推动整个行业 走向文明 这样呢 才能够给无数人 真正的新创者 有些机会 如果十年二十年之后 中国还是BAT 还是我们这几家 一流的BAT 二流的360 京东这几个 格际不会改变的话 那真正这这个国家 这就是绝对是 一个不幸的事情 掌声 也希望我们所有人 一起努力 共同期待 刚刚强东总说五年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一个 稍微专业化的一个时段 就是两位 现在刚刚你也提到了 作为现在的第一梯队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京东和360分别的 这样的一个 业务布局和目标是什么 包括即将我们说 或者已经到来的 我们称之为 第四次工业革命 核心剧动力的 这样的人工智能时代 两位各自在自己的 这个公司和业务范畴之内 是如何迎战的 在未来的时间呢 我有两个愿望 第一愿望呢 我希望京东 像我刚才所说的 是可能到时候 我们数十万明星 你们是一帮默默无闻的 能够最 出自社会最底层的一帮人 能把这家工 作为最伟大的企业 这最伟大的企业 不代表说赚钱最多 或者市值最高的 而是说 最深受消费者 就你的应付信赖的 大家想到购物 金融 未来可能还有保险 物流各种各样的辅助 只要我们金融的业务 都能够让我们的客户放心 对我们成本上 绝对是能信任 这是一个愿景层面 第二呢 我们也希望呢 用人工智能 还有机器人的技术 去把我们整个金融 电商和保险行业 都做自 再造吧 您颠覆也可以 我相信为了这三行业 在人工智能和机智技术上 一定还会再次被颠覆 我们可能都会成为被颠覆者 当然也可能成为颠覆者 这是依赖我们自己的选择 这种颠覆者 有的时候可能会带来很多失业 是我们无助心理失业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Z plan 我们研究这么长 我们发现其实不会有很多人失业 但是 能让我们无助心理们 比如在库航里面 今天在广内工作的人 都是五度啊 甚至零下的时候 冒着非常非常寒冷的环境 每天我们一个检佛员 每天行走32公里 在库航里面跑来跑去 要为我们消费者去捡货 而我们想为了我们性 把我们雾霾 烈日 寒风 暴雨 我们快递员 每天都搭进行走 要为我们消费者去送货 这种服务是设备需要的 我们不能一心动自己的员工 说就不干了 但怎么办 我们用人工智能 我们用机器人 去这行业的载道 让我们性能 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去 去监控一些机器人工作 所以机器人只用维修 保养 还会有大量的新的人 因为有新的商业模式 就产生新的服务需求 有新的服务需求 还需要一定的人 所以在我们人不减少的时候 能让我们性能 工作的环境 大幅地提升 更加安全 更加稳固 新的待遇也会更好 好 谢谢 首先在愿景下 我不知道总觉得 就是纯不纯练 就是说建立绝对的信任感 这是我们京东 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利用我们的AI 去赋能 去颠覆 来 强东讲得很好 我也学的 我就讲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很多场合去讲 桑林为什么回归 当然有人不信 老有人 但是我这个人 就是说我觉得爱信不信 反正我想好的事情 我们就会这么去做 因为最近这两年 我们重新提出来一个 大安全的概念 也就是新时代大安全 确实网络安全的发展 我认为超乎所有 从国家领导人 到所有行业人员的想象 也就是说 今天一方面你看到 刚才强东讲的 像人工智能技术 物流技术 什么互联网技术 飞速的发展 我们这个世界 好像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变得越来越智能了 但是安全问题 其实并没有随之解决 反而是随着系统 越来越复杂 带来了更多的漏洞 无论是人为的漏洞 还是技术的漏洞 其实会让安全的问题 导致越来越严重 包括这种车联网 包括物联网 包括工业互联网的影响 会使得很多这种传统的 原来只是基于线上的攻击 会延展到现象 所以我不就经常举三个例子吗 一个是美国大选 你们发现没有 到今天 希拉里 川普们还在争论 到底俄罗斯黑客有没有干涉 美国大选 这就是典型的 今天互联网安全 已经可以严重地影响 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统治的基础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随着互联网加 过去大家 互联网是信息高速公布 这个想法已经过时了 十年前大家用互联网 就是为了获取信息 所以你安全的问题 无非就是我暂时不能收邮件了 不能通信了 今天你们点餐 买东西 叫个车 以后如果无人商店再留意 今天你干什么 你都会依赖互联网 那就像前一段 勒索病毒一样 对整个网络的攻击 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 和整个社会很多正常服务的停止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两年俄罗斯在乌克兰 已经可以不用飞机再去投掷炸弹 直接用网络攻击 就可以导致大面积的断电 所以现在大家各国的网络部队 都在研究 比如说网络战争以后 可能会取代传统战争 所以我举这几个例子 你再看一看电影 《速度以激情8》里边 对无人驾驶车的高级黑 大家现在都在拼命地 做各种自动车 包括特斯拉前两年 做了这个带有自动驾驶功能的 什么电动货车 但是作为我们搞安全人来看 这个东西一旦被劫持 而事实上它一定可以被劫持 因为它的系统原理决定了 它就是一个轮子上的一部电脑 而且是联网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边安全的问题特别大 所以我们就觉得今天 三小林已经不能够 再是孤立地去做一个 简单的信息安全或者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已经把国家安全 国防安全 还有社会安全 基础设施安全 乃至于人身安全都穿了起来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看 三小林回归 我们要变成中国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 要变成中国最大的安全公司 就像当年Apple曾经改个名字 原来Apple叫Apple Computer 但后来它把Computer去掉了 就叫Apple Inc 对吧 所以Apple今天也做手机 也做音箱 也做 如果乔布斯不去世的话 他们肯定会做汽车 那么我们可能 以后不再是一个 Cyber Security的公司 我们可能就是一个 Security公司 那我们希望来 在大家获得美好生活的同时 我们让大家能觉得更安全一点 更有的安全感 所以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那未来我觉得 我们比如说今天在 我们做人工智能的战略呢 是把它和我们的智能硬件 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不会去做 杂货垫式的智能硬件 就什么都做 我们的智能硬件 从儿童手表老人手表 到家庭的智能的监控 安防系统 到在我们在汽车上装的这种 带有这种智能驾驶警告功能的 这种行车记录仪吧 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用物联网和 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 能使我们的安全 同样从线上走到线下 最后也能保护大家的 这个生命安全和生活的 和家庭的安全 所以安全还是会成为 310的 它也是310的品牌的含义 也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 在这个基础之上 310成为一家用户离不开 甚至政府都对我有依赖的公司呢 我觉得那我们挣钱有很多种互联网 很庸俗的挣钱的方法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那我们360呢 从一个互联网安全公司到安全公司 这样一个高度提升 其实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 包括未来也许我们预计不到的 各种新的技术革命的产生 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个万变不离其宗 对 万变不离其宗 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理念 让取得用户的绝对信任 和更好的体验 和更好的产品 其实二者都是一样 那我们论坛呢 其实就渐进尾声 最后呢我们问一个 比较感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也是提供给我们媒体朋友的 就是两位到现在为止呢 应该说都在世俗意义上 登上了这个金字塔的一个顶端 就是各自有没有想一想 就是有没有觉得自己 还是失去了点什么的 在不停地往前走 往前走的过程中 这个问题好尴尬 没有 因为强东觉得 他比我更完美 所以他让我先回答 失去了什么 我觉得还是失去了很多东西 首先跟刘强东比 我失去了身材 这个明显 可能第二个呢 我觉得 就是还是 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平衡家庭生活和这个事业之间 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我做的并不好 就像刚才讲 在平衡个人健康和事业中间可能做的也不是很好 那么比如说我的小孩已经都快长大了 等到他们一到青春期他们可能就自我就独立了 可能也都书里念书了 但是你突然发现说 就是当你有了小孩之后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做父母的会感觉 就你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没有小孩的时候 你每天每天日子过得都差不多 有小孩看到小孩的成长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感觉 虽然我说得很好 说我写本书 我希望小孩能学会什么样 但其实在家里小孩教育方面 我觉得其实我花的时间很少 可能这是最大的缺失 好 来 强东总 其实今天好多问题 说到还是都是很深的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十几年 我有一度我在想 上帝是很公平的 大家都说 当上帝 关上你的门的时候 会为你打上一张窗 但还有第二句话 可能没有说的 当上帝为你打开窗的时候 门也会给你关上 如果门和窗都给你打开了 是吧 你就变成天神骄子 那反正变成某种不公平 就变成上帝了 对啊 所以我相信有点事 我觉得我可能 我有了事 也可能就不会有 有这个完美的家庭 但确实是有了 自己太太有家 感觉真的很幸福 但我现在也在想 但其实很少时间陪他们 所以有点事我也在想 我是不是在这时候 是吧 就是跟孩子们大大孩那种 天真的那种幸福 是吧 那种甜蜜 那简直是真的让你觉得 人生没好再美好 是不是可以稍微退一退 是吧 够多的时间陪家人 但是你看了很多书 在仔细想了很多的时候 你觉得这样也不行 所以得和事是很难说的 我觉得我很难去说 我是得了和事了 因为你想想 如果我要是 今天我一直陪着我的儿子和女儿 天天陪着他 孩子肯定非常非常高兴 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每天都陪着我 那么我为家庭付出了 家人一定会觉得很快乐 但真有点 我的孩子会长大 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他 我说女儿 你要是走中那儿 作为好人 努力去工作 不要做游手好闲的 不要做无数实事的 不要去做个没有梦想 没有理想的人 我真的为了想 如果孩子问我 爸爸我看你每天都不工作呀 我该如何去回答我孩子 给我的疑问 问题 如何面对他 所以可能今天呢 也许我陪着伴他 那种时间非常非常少 但至少我的努力 其实也对他 我认为也在我孩子面前 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教育一个法案 人生可能就是要这么努力的 脚踏实的 也做点实事 有价值的事情 而不是耗费的这些生命 好 今天在座的话 其实很多也是很有成就的人 包括我们很多高官 我这倒是想稍微分享一点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对二位 有所想的接近和感触 就是其实我最近 也是专访了很多 这个比较 所谓我们开了一个领袖系列 其中呢有一个嘉宾叫做杨阳 就是短道速滑的冠军 大杨阳 现在是国家委员 他也是每天都把自己 折磨的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 中国 美国 世界各地的飞 我就问他说 我说你跟你孩子之间 他也是一儿一女 怎么保持交流呢 他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词 叫做安全感 就是他是 每天晚上这个 睡觉之前 无论他多忙 他都要在微信上 给他儿子和女儿留一个言 说妈妈很爱你 就是让他第二天 孩子醒来的时候 一定能够先听到这句话 所以也许可能 时间上面有过多的陪伴 但是感情上的陪伴 不能缺失 好 今天呢 我们这个论坛 我们对谈的环节 真的是 我相信今天很多媒体 应该是会非常嗨的 很多很真实的 第一次的话 都跟大家进行一个呈现 那我们下面呢 进入下一个环节 是我们的观众提问环节 可能我们开放的 这个问题也比较少 我们工作人员 麻烦将把这个 刚刚观众提问的 这个问题给我 好不好 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问周总的 说360抓住了中国缺少 适合一般用户的 杀毒软件的痛点 从而成功地崛起 但是现在呢 面对互联网行业的 下一轮发展 你认为 可以抓住的下一个痛点 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提问者呢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杨亦菲 在吗 OK 好 杨亦菲在这儿 回答一下吧 其实这个问题 特容易糊弄啊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未来安全不在即 你是讲到什么 免费杀毒 或者电话里 清理一下垃圾 优化一下手机 或者拦截扎平电话 下面安全的问题很多 大到国家安全 小到人身安全 所以这里边呢 我觉得有特别多的 机会挑战 但我本来想感慨一下 就是你没给我一个总结 我今天其实 我觉得我对刘长东 有了新的认识 真的是这样的 这个我觉得可能 还有刘长东 我觉得京东的公安部 要注意 我觉得刘长东实际上是 有很深刻的思想 有很多他的见解 只是我觉得平常宣传的不够 同时我第二个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呢 其实我也想再问问题的 大家我想说也就是说 今天话题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少谈点商业 我觉得觉得 现在行业里这种商业的东西 不缺 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压力 因为几个人往那一坐 谈了 不是一千亿的生意 都不好意思开口 对吧 每天都是风口 然后大家都觉得 信息缺乏 每天你不去刷手机 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 每天不知道风口是什么 所以你都觉得说 我就要完蛋了 所以所有人都在 这种压力下面 这种压力下面 有创造力吗 这种压力下面 真的就一定能够做好创业吗 我其实是怀疑的 所以反过来 我觉得今天 刘阳东谈的那些东西 我们俩谈的那些东西 可能都没有那么高大上 包括他刚才谈到 比如说 刚才我对 他对他子女的 刚才那个一个 他的观点 我就觉得 至少对我都会很有帮助 对吧 这是我的一个感慨 所以刚才那个人 问的这个商业问题呢 我就简单回答一下 我们的这个杨亦菲还是非常感谢您 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送杨亦菲一本书好不好 已经拿到了是吗 好 谢谢 这个我们第二个问题 我先把问题问完 因为我得按照工作人员的环节来行事 那是问刘总的 刘强东总说 我之前看到一则新闻呢 说您在接受CNBC专访的时候表示 京东五年之后呢 能够超过阿里巴巴成为全国第一电商 十年之后能够变成世界第一 然后他说 你这样说的底气在哪呢 然后这个读者是卢亚男 卢亚男在吗 第一句话呢 是我说的 第二句话呢 不是我的原话 因为我觉得非常简单 就是今天谈到网上购物的话 几乎所有的这种争产阶级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白领 争产阶级 可以说除了服装之外 绝大部分品类的 一跟我说都 我全家都什么东西 在京东上买的 就是特别是未来的食品 生鲜呢 大家知道国内的生鲜的安全 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京东也在 我们发了好几年时间 在布局生鲜 我们每个生鲜产品 可能至少花八块时间 才能把它开发出来 因为我们要确保 我们的自己的生育 自己的reputation 否则八字一 因为京东我们唯一 那个市场生存到今天 就是我们的招牌 如果没有消费者 对我们的信任 大家知道 我们网上任何样东西 你去淘宝的地方 都能找到比我们更便宜 都能找到比我们便宜 之所以还有几个亿人 来买我们的东西 就是基于对我们的信任 产品品质和服务的信任 所以呢 这种服务信任 我们现在国内 已经成功了一大步 为了我相信 整个中国的政策建议 一定会大力发展 今天有三个亿 我相信五年的时间 中国政策建议变成六个亿 那么只要能把六个亿 政策建议服务好 那么我相信呢 进入在国内的B2C市场面 我说B2C 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呢 就是 中国的人口 还有中国人的消费力的话 还给我另外一个坚信 我认为未来 中国最大流入商 一定是全球 第一大流入商 也一定会成为 全球最大的企业 今天全球最大的企业 是乌尔玛 是美国 是第一大流入商 但是未来在中国 会出来一个 比如万马海大流入商 是成为全球投号的企业 我相信我的企业 是努力 炒它几个分子 好 谢谢 来 别给我们练亚拿一本书 应该都拿到了 不过既然问题问在这了 我就补充一个 刚刚这个 因为工作人员提醒我 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 没能问 但是我觉得两位 既然坐在这 以达到今天的位置 我还是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 站在今天这样一个 重新思考 不是重新思考 往回思考是 有没有想过 你们将来有一天 我们后人在面对你们的时候 你们其实给人类 能够留下的一些 精神上的财富是什么呢 如果再提到刘强东 和周鸿一的时候 我去年曾经说过一个 原来在内部说 去年又是公关队员说 从京东 我从创业那天开始 我们订了几个规则 一辈子原 不会赚成家货水货 伪媚脸的钱 一辈子不会逃水漏水 一辈子不会行费受费 更不会去科扣 压榨员工的血汗钱 来复起我们的商业的成功 和商业的财富 老说在十几年 今天呢 其实很多年纪创业的时候 已经很好 阳光灿烂的商业模式 但十几年 你倒退到十三年前 我创业的零四年 那个年代 几乎所有创业者 所有的小公司 我说所有的小公司 在中国是几乎逃税是百分之百的 每一企业就都不逃税 都不对的 逃税这是对的事情 但我从第一天开始就不逃税 所以从第一天创业的骨子论 走到今天我就希望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还有我们无数心里面一块的努力 能够把金融中做成一个 伟大的企业之后 能让无数的 未来的中国的这些创业者 还有未来的中国企业家 相信咱们国家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时代 到了一个可以挣到成功的时代 我们的成功再也不需要 一定要做的灰色的东西 要逃点税 要做的错的事情 要做空门拐片的事情 能够假货水货 才能获取我们的财富 这第一个我想要达到的 第二呢就是 像我刚刚开始也说的 就是做一个我们 我相信我们今天可能大部分 也是来自社会的平民吧 就是还算设为一个中低层的 在底层挣扎的 一旁就是 但是有理想的人 但我希望呢 我们真的真心的 现在有钱的人都说 像王建宁星说 先赚个一个亿小目标吧 今天我们说 我们都不为了钱 你们肯定说 我们得装都能 但真实在我们没钱的时候 也确确实创业的时候 真心做到我创业的时候 局局对的不是 只是为了富气财物 最早我创业的时候 就是想赚钱 为我外婆治病 那第一大动力 对财务的第一大的虚招动力 是为我外婆 因为外婆躺在病上 每一天要打仗要吃药 全家亲戚朋友 已经把粮食都卖差不多了 没有钱给他治病 不给他赚钱 没有钱给他 他就要断药 而呢 七八年农村老太太 如果你不给他药 不给他打仗 他可能很快就不行了 所以急迫的 对财务唯一的渴求 是有钱给外婆买药吃 就是这样 剩下的呢 真心的骨子里面 还是很有理想 我不大清楚 我们现在我们90后 2500到底怎么着 我们70后那天呢 党的教育也好 国家教育也好 真心每个人 就像我们说 在村里面讨论怎么办 美国人从地国主义 要不然解放出来 就很大的 很成功的人 梦想和理想 就希望呢 能够把自己的 这一辈子的生命 能去贡献得 有价值 有意思的 真心能够为这社会 带来一些 正能量也好 能够为这社会 创造的价值也好 去做一件 正确的事情 第一赚钱的动力 是给外婆治病 第二赚钱的动力 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力 刚刚大家也都听清楚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 还是回归它 最本真的东西 也许好像是 对这个问题 最好的一个解释和回答 来 洪一总 我一般的时候 我跟人做对话吧 一般都没有压力 今天在刘昌东 后面发现特别有压力 他把调子一定完了 我的段子也不好讲 都挂掉之后了 讲点段子是吧 来 鼓掌 但是确实 虽然我是speaker 但是当他讲的时候 我也在认真 听他讲的东西 我确实对我们俩的思维模式 有时候不太一样 但对我也很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 其实企业能不能做一百年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命跟运 就是说 所以我也从来没有 我实话说 我很佩服那些 说做百年老店的人 但是我自己呢 我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企业说 要做一百年 或做多少年 我觉得我就是努力地 把这个产品去做好 能够给别人 刚刚说的 无论是给社会 给用户 给国家能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那最后他能做多少年 按照这个企业新陈代谢来说 我们希望一定是长江后浪 推前浪 对吧 然后一定是每多少年 会有一代人起来 如果比如说 像中国有一个地区 多了多少年 首付永远是那批商人 对吧 为什么说 比如说中国的香港 他就谈不上香港梦 对吧 我们无论理解美国梦也好 还有今天我们提的中国梦 都是说 你不断地能有年轻一代人 能够起来 这才代表一个国家的前途希望 所以也可能有一天 比如说也有可能有一天 出来一个企业 把京东颠覆了 也有可能 对吧 因为你或者 340被颠覆了 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 也许企业 你可能不一定最后能够 留下什么有形的财富 对吧 因为所有的钱 我认为 钱这些东西 最后都会 都会从记忆中被抹掉 最后真正有价值的 我认为实际上是一种 思想和价值观 所以我希望呢 就作为互联网里 其实我原来谈不上成功 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可能是 甚至最大的失败者 你想都错过了很多机会 也犯了很多错误 但是呢 我倒觉得自己是一个 活生生的案例 包括说 大家都觉得免费杀毒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免费杀毒背后这种颠覆性创新理论 也不是我发明的 是那个克里斯坦森 是那个 是好像斯坦福 还是MIT 一个哈佛 一个教授发明的 只不过他的案例都太老了 只不过我把他的理论 在中国实践了一下 做了一个中国的案例 所以我觉得这些案例 这些失败的经验也好 或者有点成功的教训也好 我认为这些如果能对我们很多年轻人 如果这个成长能够有些帮助 如果说能对我们很多创业者 能让你少走些弯路 那我觉得这个价值 要比我一个公司所谓取得的成就 可能会更有意义 所以呢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初中的时候 我读了那些名人传记 我后来想了想 那些传记 当时读了都觉得挺开心的 看这些 因为他跟我所处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年龄的生活 就是说 就是好好学习 进大学 然后毕业分配 国家给你安排一个工作 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在某一个单位终其一生 让一辈子就不变化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那些名人传记 可能我就会接受这些安排 正因为看了很多名人传记 就觉得说他们的生活 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如此的富有各种戏剧性 包括后来看到 《硅谷热》那本书里 虽然我很早就用Apple II 就用苹果二电 但是我上大学 才知道乔布斯这个人的存在 所以我在想 我当然跟他们可能不能比 但是说如果我的这些经验 这些案例 如果能够帮助到 我们那些读者 那些年轻人 我都觉得挺满意的 好 在此之前 我们工作人员还私下提醒我说 千万不要聊一些 他们掌控不了的话题 怕出现尬的情况就是尬聊 你知道吗 我觉得根本就不用担心 聊上三天三月也没问题 但是时间真的是很紧张 我还是想补充一个读者的问题 我们最简单的时间回答好不好 就是一个叫公亮的读者 公亮 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还挺好 你们就很简单地回答 如果让二位回到25岁 你们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说一件事情就好了 来 做电商 什么 做电商 做电商 还是做电商 来 同一走 我觉得 我25岁的时候互联网没有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如果那时候选择做互联网 可能就变成先烈了 所以我25岁的选择当然去北大方正 去学习如何做一家软件公司 然后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没错的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去一家公司来学习 好 其实有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作为结尾是最好的 就是说留有余味 不需要这么细心地去总结 不需要细心地去总结 你25岁的时候跟我那时候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我俩答案不一样 他25岁的时候是99年 我29年 你呢 已经有互联网了 我25岁 希望我能够早六年做电商 就不像今天被人骂张天天老二了 因为我25岁的时候是95年 95年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开始 那时候如果做互联网创业可能太早了 你看他觉得太早 你觉得太晚 我俩怕四岁呢 是啊 人生刚刚好 人生刚刚好 所以其实刚刚周总在这个过程之中说了一句话 我其实一直牢记在心里的 我觉得特别好 其实颠覆者今天 当然周鸿一是颠覆者 刘强东是颠覆者 很多巨头都是颠覆者 其实颠覆者最大的颠覆都在于我们每个声明自己 所以今天我觉得结束我们这场对谈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从中能够获得什么 也是这本书的初心和目的 真不是为了卖点钱 他们缺钱嘛 对吧 所以 对 所以呢这个 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本书里面 看到很多 看到高山 看到远方 看到自己 然后祝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越过高山 主宰自己 获得自由 好 我们论坛环节呢就到此结束 然后有请我们工作人员辛苦 把我们的这个座椅搬到下面 我们两位这个 不要下台 这个再稍微的辛苦一下 然后呢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我们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就是我们从超级熊孩子到互联网英雄 颠覆者周鸿一自传新书发布会的亮灯环节 让我们掌声有请 这本书我们的这个也是著名的传记作者 范海涛女士 那我们范海涛女士其实跟这个李开复老师也是合作了 李开复自传 也是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口述史专业的这个 国内算是学历最高的一个老师了 好 来 掌声有请我们本出版方摩铁图书的代表魏林女士 掌声有请魏林女士 有请我们京东集团副总裁 也是我们三星文旅事业部的总裁 胡胜利总裁 有请胡总 好 我们各位 来 好 我 我 都注意自己的C位啊 我倒数这个321 然后呢我们摄像机记录下这一精彩宝贵的时刻 好 3 2 1 开启 好 祝货 感谢我们嘉宾的配合 《颠覆者》中文艺之传新书发布会活动到此圆满结束 那今天呢我们了解到了两位大咖的一个青春年华和成长历程 来 各位 也欢迎我们这个各位读者和朋友呢 继续支持我们这本书 支持我们京东 支持我们360 支持中文艺的这本颠覆者 OK 那各位呢 这个我们的朋友 对大家该交流的交流 该合影的合影 我们读者是从3456号门离开报告厅 然后我们嘉宾呢 请走1号门 请大家注意秩序和安全有序的一场 感谢大家 期待再次相会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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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